大哥为什么这样说呢 故事呀还得从他刚下岗那会说起 哎 得 这一下子 到现在我没退休了 我办延长了 哦 延长了 为什么呀 你们没交过那什么办法 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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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过保险吧 就是啊 那时不懂不知道啊 没看 那时没跟着人一直的 他这也没问 我这一说着身体 孩子一上班 我也没问 再一个 没管这事儿了 哎 这跟我们老板啊 我兄弟 哎 过来这几年 咱们说办延长 我常去南国云上 我知道 我一会儿他说让我办延长 他说办一个延长 那也五年也没事 对 不办延长以后自己交 不够年龄段 再交五年都不到 哦 那还行啊 哎 完了看他怎么说 哦 那你这出来也挣了钱了吧 这 要挣了钱我就喊了 哈哈哈哈 这 这也没点嘛 我这都挺着人的 现在 现在没干竞争啊 儿子一当兵 也没有什么负担 哎 自己够挂呀 哎 儿子那一个月还补助我六百 给你六百块钱 对啊 军队啊 哦 他军队呢 给空准了是吧 给 因为我超过六十了 哦 哎 那不对就给六百 哦 现计军人呢 哎 对 嗯 完了以后就是什么 现在对军人还成 哦 要照顾 嗯 因为咱 咱 咱们咱 哎 跟他 没事 咱这没文化知道了 嗯 让孩子 多给孩子买点书 让他 哎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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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哎 老师是做人 嗯 对 他的实实本事 没同 什么事给人办好 嗯 您知道吧 非常好 啊 大哥呀 说的真好 不知道您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